不曉得政委有沒有特別在我們BPT裡面看過 有沒有來歇一歇 因為這個議題跟現在的傳統旅遊業結構有很深的關係 目前我們的觀光法令都是民國六十幾年受指典的那個年代 多半參考日本 所以我的主張我們的協會叫旅遊設計過名思義 就是我們認為旅遊設計權應該還給人們理解 怎麼會都是旅行社 旅行社設計出來的行程就真的很專業嗎? 其實也會必然 有一個特定的設想取向 對,旅行社其實它現在除非是比較大型的旅行社 不然中小型的旅遊設基本上是靠我們所謂的地階社 比方說我要去日本或法國 不是台灣旅行社在設計行程 是仰賴當地國的旅行社來設計 所以千篇一律會一樣 所以現在的消費者 我們從AMB&B或者Trader Advisor 都已經有不斷的大量的報告說 人民現在,現在的網路人民很重視旅遊的體驗 只有30%的想要跟團 70%的想要自己設計自己行程 怎麼探索時間 而且可能後程會越來越多 對,我也是要認為 可是我們的國家將大部分的資金 去投入就30% 70%沒有人照 所以我們提出一個旅遊設計師的理論定調 就是說其實就是旅遊達人 那旅遊達人也要被認證 不然旅遊達人現在很容易被媒體爆派 上載幾次媒體就說他自己是旅遊達人 因為達人這兩個字沒有專利証 對,沒有專利証 所以他講媒體講他就是了 其實民眾跟著盲從的結果 那萬一走錯了 造成災難那又怪誰 所以國安局又30%說 你不能靠我們Facebook上的旅遊達人更多 Anyway 我們總之 旅遊設計 我們協會的倡議就是用旅遊設計 事的認證跟培訓 培養出來的人才 他不是只有旅遊業 美國運動大表 金農業 他的黑卡部門 他也需要啊 有很多旅遊專家到我們 有運動發行銀行上班 你教我的User大卡別的客戶消費啊 你說航空業是不是需要 換個腦筋 如果每一個航空公司 他的航線上 都有一個專屬的旅遊設計師 服務他金卡以上會有 會不會在疫情過後 他是一個新的形象大量的 就從你們講到來看 所謂規劃時體驗師 他也是一種設計師嗎 對 服裝有服裝設計師 為什麼旅遊沒有 我不想 我就想量身定做我的服裝 但因為國內沒有這樣的 一個沒這個證照 二者連這個資料庫 台北見台北 新北見新北 嘉義見嘉義 我知道官方局的資料庫 有沒有整個會者 就算有 那也是公家機關的Data 跟人民要的Data 又出入 所以我之前是在日上 日本最大旅遊媒體 我可能明日你知道 叫Jikuno Aukikata 他翻譯成中文 他就是在地球漫步的方法 我等一下可以給你們看 那個網站 他就很願意 他裡面都是消費者去過 不錯投稿 那個出版社就匯整了這些資料 厲害 就是這個名牌 我是他的亞洲這方面的負責人 我那時候幾年前就拜會國中局 希望日本願意把Data放進去 起碼這個公司 他已經是寂寞星球之後最大的Data 他想跟台灣合作 可是跟台灣的誰 那時候去國中局 國中局就說政府好像沒興趣 他說這個好像應該民間 一句話 把人家的熱情又給拖了 可是他本來就是民間 是沒錯 現在是這樣的 人家Data願意跟台灣合作 其實Data裡面有跟官方Data 跟民間Data 其實來者不去 就像世紀大法 然後這聯動的有資料庫 以外還有一個旅遊編輯平台 就是我寄給您的妙計跟路書 妙計是跟AI都整合得很好 可是anyway 妙計自己的營運自己的財務anyway 就現在 反正是解散吧 反正負責人那個 那個就離開了 那剩下反而是 是陸書現在中國大陸第一品牌 所以說 第一個我是看到國外的進步 連我們覺得 平常看不起大陸 我沒有 沒有我不說你 我說我們可能 對 他意思是說 人家在自由行的 FIT的旅遊上投注的 現在大陸已經最少估計 約5萬里的旅遊定制室 他們叫定制室 台灣零 旅遊定制室 對他們叫定制室 那個時候剛開始 為了有一些土豪 開始富裕起來 想要走個行程 不想要跟一般旅行車一樣 所以希望有私人定制 所以這個詞就冒出來了 央視還特別在YouTube上找到 央視還特別為了旅遊定制室 製作了兩集 上下兩集 各一個小時半 一個節目 他都叫360行的新興行業 也是90後的網路主權 他用網路可以做的 各位也知道 在家裡設計行程 衛圍一種新時代的行程 你說有多少人來著 您說在大陸 保守估計不萬人 光邪程 就中國大陸最大的旅行社 光邪程在上海的門市 邪程自己就培行2000名的 就是西城網 就是易遊網的公司 我們念西城 這個在百度上 只要輸入旅遊定制室 就是鈴鐺滿目的 對的資料 台灣不得有的 就是跟他比線前 對 蠻多比 裡面應該有搜尋到 旅行社 有無二旅遊 甚至大陸有一個家庭 這個無二旅遊 他是全整個旅行社 都用旅遊定制室 當然比較貴一點 他就是走私營定制的 但我是有點恨鐵不承� 看我所熱愛的台灣 在這方面很多人才被困在整個島上 因為受發展國安條例影響 旅遊設計只能旅行社 我認為這要修法 高手在民間 誰說旅遊設計一定是旅行社的 就比較貪 未必 海歸泰回來的 人家沒有 或者國安運輸的人 他也很厲害 甚至日本人在台灣 外國人在台灣 這些都是很好的 用他來做反行銷 現在局裡 瓜哥局或有專部 都是花大錢做廣告 請網紅去代言 你為什麼不能做好 兩國旅遊設計師的交流 幫他做成一個很好的話題 既幫到外交 又幫到文化部 把文化產地出去 又幫到交通部 又幫到科技部 他是可以跨不會整合 其實我們在這段過程中 就是 可能人為嚴慶法 就是沒辦法有一個高度去整合 當然我們再跟您辦不過 可能在農曆年的前後 看有沒有機會跟林教堂 林部長 跟我們有一個類似這樣的 一個計畫或提案 當然那個 可是從那邊提案 會從旅遊設計師的角度去切 您這的話 我們初期之前的data是說 我們看到澳洲跟新加坡 他的旅遊局把自己的data整理得很好 他很願意授權各國去用 跟數位的平台用 將澳洲的美好給帶出去 就是國內 就是我國 並沒有做到這樣的一個 不過我看旅遊訂製室 最後一次更新 是去年9月 他們有一個旅遊訂製室等級 化了一個雨瓶定的行業標準 VTC ETS 001-020 從那個之後到現在 可以說是幾乎完全沒有人 再提著五個字 等於這個字從樓上消失了 我如果是你用百度 然後找這幾個月內的話 就不到50米 而且其實都是舊的字 所以我不確定說您說 他們現在是同國發展 這個事實是如何 我是不曉得為什麼這個字不見 如果是根據疫情來講 對 這是一則 二則是 他也沒什麼重大違法違紀 照理大陸官方應該也進 沒有進 但是幾乎沒有人提議 幾乎沒有人說 他考取了旅遊訂製室 他不是官方的認證 大陸也沒有民間大會來做 有資方 有一個資方 就是中國旅行社協會 張力軍他們 這個我倒是第一次知道 還有什麼開放大學旅遊學院 北京聯大 江蘇暢遊這些人 因為他有一個發政機關 所以應該是民政部發了證給旅行社協會 他做了一個標準 然後由他來發 但是我不確定是疫情還是什麼緣故 所以有了這個 反而上就不太不要 換個方式講 容我之言 很多事情 我應該怎麼 就直說 你政議士有些事情是交給旅行社 服務後 又會被壟斷 民間很活躍的IT 像現行法令是 舉例他從法國回來 他設計理盤發的行程 可是他不能自己賣 他不能用他的Facebook 或Anyway 部落格都不行 他一定要到旅行社報 旅行社拿大的行程去賣 還未必分紅給他 那他的創意 他沒被記憶 那我們講一下地方創生的貴於返鄉 我們反而呼籲全台灣人 你不認同你 你將你的家鄉的美好 設計出行程後 在TRAILER的VICE裡面 他就是一個介面 歡迎你上船 連價格都你自己賣 很活躍 那當然是這波疫情 又打盡一下 如果沒有這波疫情 所以我們給澳洲的品牌 我也有上去看一下 現在都不是很重要 幾乎沒有哪來的先別性資料 新冠也沒有大家都 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面臨的情況 跟當時可能有一些不同 所以我們的認知是說 現在就是一個練兵 跟準備的情況 疫情總會過去 疫苗已經出來 剩下是一個如何普及及普遍 可能還要再一兩年 那一兩年是剛好 我們在整備這個品牌 時間是夠的 假如明天疫情就好了 我們的人才在哪裡 因為現行法令 旅遊設計的人才 還是只能在我們社上辦 不過我想問一個 反正來講就是 花個一百二十萬 大家做點錢 去成立一個旅行社 這個是很困難的 成立一個旅行社 可能困難 有心的人才困難 然後甚至內政部裡 有提出一個很有趣的 他們叫做信用合作社的概念 對 就是合作社 對合作社的概念 他說你們可以幾個 四五六個設計師 凝聚在一起 各同資 每個人出個十萬 對 紅利在分紅 可是他最後很高興到一半 後來又聽到說 光旅遊業是特許行業 又把內政部的信用合作社概念 又被冰凍在外面 所以那個不能納入信用合作社了 因為信合社是需要金管會的特許 因為他要經營信用事業 如果您剛剛講的 比較像是勞動合作社 勞合社 勞合社我們正在協調 內政部會開領 其實應該已經開出去了 我要說的是 因為像它降低 我們看到120之後 其實就算是在疫情 我們從2018、19 現在已經可以了 對 一種 早就有120 所以去年就100多家 因為這樣子來做 規模幾乎都是五人以下 其實沒關係 就是我們培養出人才 他們去做客製化的民宿 這都好是一種 從協會角度多多益散 因為本來您剛剛講的 兩個國家中間互相交換等等的這些 也是因為這次疫情 我看很多人都改成變成國旅 那國旅的話 好比像說 如果強行合作的旅行社 他民宿或者遊玩車業者 自己想開一個 那六七七民宿 因為很多是地方的青年 自己經營民宿 但是幾個民宿 他不是很滿足於被旅行社當作 就是一個單點單點單點 他是有一套文化體驗的那套想法 那所以他可能就六七個民宿的主人 自己抽一抽 也有120 那就開一家旅行社 然後就開始賣套裝行程等等 這個在最近一年多 因為所有人都轉向國旅 所以這部分 以我理解他們的生意還蠻好的 是這樣子的 我們的高度 都不是那麼自信 只看到說在國旅開個旅行社 我們更希望是用旅遊來發展外交 像我們跟日本的關係 跟友好 我相信台灣哪一天有難 日本的百姓不會做事台灣 解放軍到來或是anyway 日本百姓會出來敦注他的政府 to do something 我們很希望說 以前我們認為說 以前好像認為外交都是外交務的事 花錢辦國宴 等一下請李大使來說 可是我們認為 用旅遊來搭橋 甚至無邦交的國家 我們更要用旅遊去串接 讓我們了解你們國家的處境 人民彼此都了解 很自然的這個關係就會越來越擁曲很鞏固 所以我們的想法是說 現在是希望說有一個資料鋪 我們看到說Google或微軟都已經在台灣有他的資料鋪 有沒有可能讓全球旅遊情報資料鋪 有機會在台灣萌芽跟雜根 政府可能可以支持 那我相信台灣有這種人才 可是沒有一個整合的機制 讓人民每個人都可以成為旅遊設計師 這點是一個很重要的關係 人人都可以為了自己家鄉的美好 你捲起袖子 嘉義人他會去設計阿里山 一定比我們這個台北的小孩好 澎湖人他所設計出來的行政 一定比我們在台北呆的時候好 因為是當地人 現行的做法不是 現行的做法是也沒特別鼓勵 當地人也沒鼓勵 現在歸於返鄉 現在的地方創真比 聽起來比較像是說 這個地方我跟你都市在造 就是市政重造 讓它可能更友善的環境讓人來 可是就是說談到地方其老 將文化的創真 以及點與點之間 就是部落與部落之間 單點沒問題 但點與點 這個部落半斤30公里內的整個玩法 沒有人做 我只會榮耀我的點 至於跟其他人怎麼竄 所以我認為旅遊設計師的高度 就是這件事的地方創生的資源整合者 但希望政府在這方面能支持 來培育這樣的人才 就像日語檢定考一樣 歡迎國人來報考認證 你自己的能力好 分數高 就業率就升 不僅國家需要我們來 金融單位也需要我們來 也需要我們來 航空業也需要我們來 所以像柯比翔說 之前那個浪漫太三線的藝術機 那個在你看起來還是單點的 我現在不確定你所說的聯繫是什麼意思 它的規模要到多大才能叫做宏觀 現在國光局竟然把全台灣分為 好像七個觀光聯盟 差不多這個範圍可以 可是 以旅遊整合者的角度來看 我還沒看到 我比較看起來就是 那個區的一方的一些勢力或什麼 在搶這些事情 這還裡面還建設到地方造真硬體 對 所以好像一個中商區域聯盟 你是覺得規模這樣子是不錯 但是你覺得目前在實際投入的 可能比較沒有新興的或者是一些比較 剛入行的朋友都是一些比較大家聽過的人 是這樣嗎 您這樣提來看 上禮拜我來參加教務部辦的論壇 他一樣把各區域都叫來 結果我看到那些路線 怎麼講 可能很自視吧 我都很懷疑 你做出來的人去 有一點是公務員做的東西 我的意思是用人民來做 我相信這個只要有獎勵方案出去 你願意換一鮭魚粉香 設計你家的獨特的美好 然後能把點與點點 線面整的整合起來 來做 我認為這樣 這是一個專業的工作 可以給他認證 可以給他旅遊設計界認證 也可以給他 政府是不是可以給他一個 像等一下你會講一個I的觀念 我們有提到 各縣市可以放一個類似的旅遊諮詢點 他們結業以後 也可以在各個旅遊諮詢點做服務 甚至可以做到外國人來台灣 我們在日本的時候 連便利店結帳都是中東人 不是日本人 所以 是讓更多的兩國之間的交流 這也是我們協會想要扮演 自己去運動的事情 所以交流具體的意思是 就是他在我們製片 然後變成我們的原事 這麼說 傳統的行銷做法是 我花了大錢到國外登廣告 我現在趕過來 假如關島 假如關島跟我們交流 關島人來台灣 你帶一個半年 你要把台灣的美好 你學會 在半年幾天 你每一天都寫Facebook和IG 你把你所見所能的美好 關島人 他又回去後 他回去了 他還是要繼續講台灣的美好 反之意 台灣人去關島 看他關島的一切 點點滴臉 他也可以傳染他 對什麼的事 類似疑治疑的變化 但是好處是 這兩個交流下去以後 各國用旅行在交流 有一個淨外交的計畫 就開始拓連了 有些是政府不方便去的 這個可以由我們旅遊 不過反而 我們之前來去總統府住以外 就是這樣 好像似乎也沒有什麼不方便 我就說台灣 我就說 國外 可能以前 有些國家要來 為什麼中共可能會比較敏感 如果用 現在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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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連續的意見 現在的 簡單來講 經過這次的 冠狀病 大家也有照顧網信 新人也有照顧網信 甚至有隔絕 所以有一個東西 可能就會加上圖書面很重要 就是 婚紗攝影 當初有關上圖書面 當初你結的時候高不高興 現在小孩生算了 欸 回頭看看下面 其實都滿感動的 小孩會長大 這個大家都很感動 那如果我們設計的理由 也能給老人家 或者說是你自認為你退休也蠻老的 那有一個好的回憶 這以前是沒有的 以前就是一路路出去拿鞋子搖搖 然後就回來了 然後買很多東西 小孩生算了 事後我忘記了 再問你 你也不太記得 只記得奧德國有一個小酒館 那個老闆娘補個錢 那假如我們有系統的把它照出來 因為我只能比遇到大房 像婚紗攝影過 你結婚點裡 把那個highlight把它照起來 經過整理以後 那至少將來 你花了錢 也許醫生就這麼一次的 花了三十五萬 有一個東西 這是我們當初的概念 第二個就是 我有錢了以後 我認為我吃的菜比較 跟別人不一樣 為什麼我都沒有權力選擇 那旅行社 基本上來說 它就是set menu 琉球就兩種 東京就兩種 或者十種 那你就在裡面選 其實內行的 大家都知道還是這樣選 可是我客人 我稍微有點錢 或將來有改變 甚至旅遊變成冠狀病毒很危險 那我老公會冒生死的危險 我去弄一次 所以我一定要跟人家不一樣 所以這些空間 可能會有新的激發點可以出來 第三個就是說 它可以雙向合作 你也可以講外交合作 你也可以講普通合作 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慢慢會國際化 我們慢慢學國際學生會多 那我們的學生也會出去比較多 我跟以前去讀阿佛 讀牛津是不一樣的 他們讀一讀 小朋友就回來了 甚至是有學 真的有學 那如果我們能夠發展 雙方能夠互相 比如說我們的同學到牛津 沒有讀到碩士博士 可是他可以 輪真的接到非常清楚 而他願意去做一個很有達人 那因為他會講說我們大陸這個不用被審究 他就是大陸 劉德的一個留學生 過來以後再帶客人去德國 所以怎麼樣清晨去到火車站來 車票他都會問你 然後就帶客人去 然後客人一上飛機就調東西 一些錢不好 他就花了自己的錢 晚上請他們去德國酒 然後由他來付費 他親身把我留回來 因為他在帶他們在酒店 比如說對 他就變成一個Local專門的人 其實它是有通過大陸的群體 我們就想說把它降成人力專業互相交叉的話 我們的留學生比如說去倫敦 倫敦的留學生跑到台灣來讀書 互相對旅遊有興趣或對吃有興趣 他們都可以在某一方面成為旅遊答案 稍微調教一下 將來這個可以互換 現在還是因為觀眾病 例如像關島、夏威夷都很有興趣 將來能夠發展旅遊 後來我們就給個名字叫泡泡旅遊 其實我們也不希望泡泡 我們就希望很安全 可是我們也跟對方都提過 就是說如果我們互換training、訓練 跟夏威夷或留學生不大 看一看有專家來指導一下 他們快就上手 本來又很喜歡我 是不是能夠創造一個亮麗的新景點 同樣我們台灣也是 外觀看我們不一定是我們喜歡的 我們喜歡迪化街 說明他喜歡迪化街 但完全不是走路 而是建築物的某一部分 有沒有解說也 我們知道歐美 莫達克出資的地方 他有個牌子長一座小小的 再來解說 台灣並沒有 歐美不知道什麼文史大師 當初是駐讀在這裡 也不知道張大謙在那邊 所以如果這個後部代謝的黃俊雄 如果說他這個能夠配合一點東西 也照歐洲自搭都是從洋屋 想出一些東西 他可能會有新的點 還有我剛剛講的 每一個地區他local的一定懂得比我們很多 所以黃湖在地點會懂得比我們平色很多 那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這個當地如果說 剛理事長講的 如果訓練出來一批旅遊設計師 他如果剛開始怎麼樣不花我們的錢 而可以提供服務呢 就是像國外有那個information 那個站的idea 國外是都有一個information 上面就寫了i 台灣也開始有了 但是都是僅止於問火車時刻表 當地local旅館的折業 國外實在開始 假如我們每一個地方可以輪流 有三個或兩位設計師 比如說住在澎湖的i這個點 只要一個小桌子剛開始 就不會有給政府偏埠的成分 也不會跟觀光局打對台 只是如果觀念能夠導正的話 只是加強他的旅遊的威力 那也不會 就我們如果是designer 不會增加政府很多負擔 那同時給這些旅遊設計師 一個是學生或退休人 他有一個舞台可以去發揮的話 那將來才可以看到火花 那國外他們是培養了很多這樣的 已經有很多的群眾 走在這個行業裡面 那開始在做 就叫做好像 我就開玩笑的 旅遊婚紗設影 像走這個 可是我們沒有 所以我們如果能夠起步 我們也可以參加類似的國際會議 也可以跟大家交換意見 還有最主要的就是剛剛 資訊部分也可能要證明看看 我們想的對不對 就是我們這些東西 如果將來有training 或者發展的話 它會有一個天空的資料庫 那這個資料庫政府能不能協助 把它放在上面 尊為大家都可取用的還是怎麼樣 比如說像餐廳 每個台北餐廳都會說自己很棒 台中高雄說我們也不比你差 OK 如果我們將來很公平 願意提出你的highlight 我們就把連同廚師炒菜的影片 通放到天空 大家都可以便宜的 免費的去取用 那我們的協會雖然小 我們如果是走這個空中資料庫 然後將來是走這個e-commerce 走這條路 然後大家年輕人都可以 不要花很多成本 還是可以得到最基本資料去設計 這樣就會比較公平 然後會蓬勃發展 那理由是現在受到冠冠病毒的影響 我們的領隊跟導遊幾乎全面失業 幾乎全面 就全部改過濾了 改了一個職業 剛大了很多去當復始人 搬運工還有建設司機 所以可能有很多優秀的床主 他就離開這個職場 不可惜 那也有可能有很多年輕的 這個遊樂學生 他一定找不到別的職業 他其實很適合我們這個 也就是說我們開玩笑說 愛吃愛玩的孩子 其實他是有專業的 就像那個彈吉他的小朋友 你不理他他可能就做別的事 可是那個火花一打開 因為走上音樂家 或者是將來到音樂學院去讀書 也未常不可 那我們也希望我們的旅遊打來 將來能夠進入職場 去教我們的未來的未來的小朋友 然後讓這個旅遊走上一個正確的道路 而不是現在被業者抓在手上 這個是一個強弱的結果 因為業者比較強 所以經驗比較強 這個意志力也比較強 所以他掌握了這個市場 但是我們能不能開闢另外一個平原 另外一個場地 讓我們的消費者也有機會 能抒發他們的精神 我們知道依照市場的原則 他不可能去555 也不可能100對100 那至少我們希望20對80也好 而不是現在的局勢是0對100 現在你要去旅遊 除非說 鄭偉人以前度過夏威夷大學 二人就說我領個機票回去 就很熟以外 除了這種人以外 基本上我們還是緊張於市場的需要 就是會到銀社說 你請你訂一個 我要帶我媽媽去 那就去了這兩個人的房間 所有的旅遊全部是進行車的房間 然後你玩的是自私 回來才聽別人說 他還有別的東西可以玩 這個就是我們想的一個小小的動機 做我們克服這個 大一點就可以到各國旅遊區 或各國的旅遊達人認證 我們剛才講過你在台灣很好 你發給你是台灣的銅湖或台北的認證 或迪娃街 可是當你到日本的話 如果我們這是一個日本的旅遊學生 他可以拿到日本東京 或者北部各鄉鎮的行業 行程的製造的話 他可以去日本旅遊 台灣客 那同樣的我們也歡迎日本人來 或是mix marriage 然後在台灣 也可以卡到這個製造 而且你有很有能力的人 你有很多製造 你不一定是24小時投入這個 你可以插花式 那也可以符合我們的需要 那比如說 可能我們可以參加國際會議 可能我們可以參加電腦會議 可能我們可以改進我們的東西 但是我們的意思是說 台灣是零步 還沒有達到第一步 那大陸他們就跨出去了 歐美他們現在都有了 那是不是以後旅遊的形態跟顧客的需求會改變 那我現在去思考規劃還來得及 如果到時候國家旅遊局把法令給製作出來 其實大家都同分同種 會犯得出大同小異 那很難不參考 到時候遂算的法令 人家又會講得很難聽 所以拿槍跟著掰 所以我一直呼籲立法院委員 其實旅遊設計是 這個是立法院最後訂出來的幾個立委表 那個時候那位旅遊訂製是跟大陸一樣不想用的 就是旅遊訂製是跟大陸是一樣的 就不想跟大陸一樣 那旅遊規劃是用行李道上又不夠穿 所以看到 我們看到幾個國際時尚大平台 只有設計師沒有規劃師 因為設計組織方面 但其實旅遊網之前就用一個設計師 你確定KK Day用的是 他叫做大聯盟計畫 KK Day的大聯盟 但事實上就是你們在講的 完全沒有什麼想法 精準的講 有一種是我要體驗寫留技 有點像布洛克 不過他講的是規劃行程 K Day的話是 但是我把行程包含 你剛剛講的比較獨家的私房景點 我知道外國朋友來會喜歡的等等 那我等於把它分享給KK Day的資料庫 那有個分潤 跟正文報告一下 我們在立丁市的那一行搜尋 你只要輸入旅遊規劃誌 薪水最高3萬5萬 我們看過更高 也就是旅遊規劃誌這個詞已經被作爛了 規劃在既有的資源重新排列組合 位置規劃 像服裝設計 你怎麼穿出你的服裝品位 有一個服裝規劃師幫我穿 可是創意不一樣 我引領明年秋冬新的 我說綠色 把RAR 科文波丹說明年流行什麼 就是流行什麼 他是獨領風照帶的 所以我說旅遊設計師的位階 他其實是高樓的 對 希望做類似的事 但是他有引領議題的能力 因此收入又要再更高一點 如果只是為了我們辛苦的半年 只是歸個3萬5萬 其實我們這邊都白馬 那很多優秀的海徽派 回來只賺3萬5萬 所以國安局經常收到國外國旅客的投訴 裡面有一段很好笑 他說日本人寫信到國安局說 為什麼你們的導遊年紀都比我們大 到底誰服務誰啊 結果導遊80歲了 還要客人服務導遊 那我反觀 現在數出來台灣有無絕緣 哪一個學校沒有日文系 那為什麼日文系全不願意去擋導遊 這就是回到剛剛我補充 大師講的結構 你現在這個結構的體系 導遊領隊向來是整個旅遊業經事堂最底端的 他只是比司機好一點 薪水多少 從來就是黑色 我說多少就多少 跟這位報告 你可能不曉得現在台灣的導遊 像建了國旅 剛開始一天兩千 我可以叫我的學生 一排來這邊 都可以跟我們錄影點的關係 他們豁出去 一天兩千 到後來一天一千五 到後來一天八百 不做一堆導遊 不高興你滾 為了無斗米則苗 他們現在是兩天一夜可能還能賺八百塊 而且他的職人樓 你這一團每個人必購物 你的人均如果做不到一萬塊人均 你這個叫人詐 你這個對公司沒有貢獻得到 這個遊戲規則正是這些檯面上 這些所謂的不方便講 都是這些同業大同 所以如果旅遊設計師還歸納在這個體系 那我可以想像 所有旅行在商工老闆 我一定綁壓旅遊設計師 不會讓他照顧商工老闆 活不起來 旅遊規劃是93萬元 所以我一直主要由NGO組織 很公正的來辦 就像日語檢聯考 它不屬於東京地大 也不屬於找到人 它就是一個財產法 一個社團法 從NGO來做 政府想辦法給它整個補助 讓它認真專業 我想問一下 因為東坦 就是我們強調一通旅行社 它總共拍一個是120萬的指導盒 它開一個分公司 然後本來在高雄的 接下來在新竹 那也只要20萬 而且現在它還可以做 好比像說拿就業公司卡 什麼別的證件來這邊 因為很多人是在國外拿的就業金卡 因為現在就業金卡幾乎沒有門檻 所以它在國外拿的 直接來 等於撥避這個疫情吧 那這些疫情旅行社 也已經可以做他們的生意 所以就是說 我覺得剛剛聽到的很多資方的那種 它的談判力場過強的情況 跟以我理解的 就2019年開始這一整套條件之後 冒出一些新興的年輕人 就成立旅行社的這個情況 似乎有個落差 所以也許是有一些 在這邊被剝削的朋友 他可能還沒有連結到 這些新興的旅行社的系統 所以這邊大家會覺得很無奈感的 但是這邊感覺上 其實已經有一些東西做起來了 這也許是可以參考的 對 那還有剛剛講到 就是官方對官方中間的 我就舉日本為例 其實各國都是如此 就是大概在最近一年多 官方對官方已經不太從我的經驗 不太需要經過什麼白手套了 好比像有一個叫村井泉教授 他是日本的數字改革大臣 組成一個IT政策委員會的主席 我們現在就每個月試圈 甚至我講的字都鴻固出來 也沒有聽說中共講什麼 或者是他們自民黨的對策委員會 我直接去給他們上課 也沒有聽說中共講什麼 所以我覺得 您剛剛講說以前是單向 他們過來比較不會抗議 我們過去比較會 現在對我們比較優勢 美台關係也好 對 總的來講 就是跟這麼報告 就是說 如果我是剛剛歸於反向的優勢 我要花120萬 還不一定賺錢 因為經營的銀色又是個學問 那是幾個人湊了60萬 不一定是120萬 不管60或120 那我現在我上TraderAdvisor 我一毛錢不用處 確實如此 我只要 但是我的know-how data 全部就是給TraderAdvisor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就歡迎各位國民 熱愛與愛好者 台灣沒有任何讓你 有地方平台去發揮 你就到TraderAdvisor或MDN 不過這有什麼不好 我覺得不好 我們希望台灣有一個國家 對你能做這樣的事情 因為法案圈來講 你講稅文開始也不是美國 對啦 那就是一家商業公司而已 對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我跟委員聊過 那個時候如果按照這個邏輯 邏輯也可以去 就是說 那個data最後都留不在台湾 就是我們智慧財產權這些東西 最後 也許我設計日本 也許我設計中國 但是最後data就是 當然我們可能有夢想 希望是台灣國家的人來做 有這個機會來做 你拖在網站上 就是人家 就像你剛剛提到的一個好的例子 就是設計是說 明年會流行什麼 流色 那個沒有智慧財產權 那個是沒有智慧財產權的 時尚設計 指定色票色馬 是沒有智慧財產權 所以一旦你一定流行之後 所有的就是UNIQLO什麼 就開始跟著那個顏色了 你也不能夠收收權費 所以就是說在這個 沒有智慧財產權的情況下 要主張說 我們要把資料或創意 留在它 我不確定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旅遊data這種事 它是可以 我意思說創意的行程 是可以轉換成Money的 那我就說 當我現在公開了 讓人體驗過一次 先到這裡再到這裡 照這個行程之後 我很難主張著作權 下一個旅遊設計師 要在這個上面再去做電話 就像時尚設計師要 你不能阻止它 你不能告它 我是不曉得時尚界 他的服裝 小奈兒設計出來後 我沒有想要 估計跟他訪個一模一樣 會發生 所以我不清楚時尚界 對啊 就是他的聲明會變變弱 但是你說他違法嗎 如果是講色票色嗎 色彩搭配等等 會避免違法 我的意思說 我不清楚時尚界 但是我們總是希望他辛苦的付出 能得到一些緩暴 然後被獎勵以後 他就更願意投入創作的這個領域 那旅遊設計這個 他是可以轉換成 等一下有些秘境 有些獨家的景點 有些獨家的體驗 那真的是我小時候在嘉義長大 我才知道 一定要在哪個角度 幾天幾分看那個 你可以看到非常棒的景色 他主攤 當然我們是替這些旅遊 大家來講話 希望說有一個平台的景色 但是當客人他體驗完 你已經寫了 他有這篇文章 只要看過的人 以後都知道幾天幾分 在那個角度看 所以你這邊要主張這篇 到底要如何主張 我不是說這個不讚你 我只是反倒你用它轉過來 那個局裡的我回答是說 他會跟他們的律師商討 或這時候再回覆我 這個問題我就丟給局裡的律師 但是大方向的原因就是說 我的初衷是希望說 能有一個資料庫 像Gikunogada這樣的一個資料庫 因為現在 據我所知 那個寂寞星球已經 差不多就是轉滑六手以後 就一直做不起來了 現在反而是 全球旅遊的data 現在在日本手上 那我們日本也願意合作 在日本也願意合作 台灣有沒有這樣的一個機緣 能跟日本一起合作 建立一個情報資料庫 而這個資料庫的data 在旅遊編輯平台的 政府協助之下 能建立所有平台 讓每一個人都有旅遊設計權 哪怕是說 對沒錯 今天設計出來幾天幾分 明天可能就被熊獅差了 我有用健行筆記者的app 他就是登山的人的 你要說旅遊設計也沒有錯吧 因為是他實際走過那條路徑 中間停那裡什麼之類 對在那裡爬百月的時候 身體就是比較不會有負擔多啊 這都是有很多經驗來的嘛 那可是像進行筆記 當然一方面是說 在少年人分享之後 其實別人一定都會吵 這是不可能避免的事 那另一方面是說 就是如果日本的這樣子的資料庫 我還是沒有轉過來說 為什麼一定是政府呢 為什麼不是跟他進行筆記 或者KKD 或者這些團體 因為手上現有的資料庫 那我們這邊如果要做的話 通常都是它是特許行業 你不給這個資料 你根本不能准入這個行業 那這個時候或許可以收到一些資料 沒有問題 對 那但是我們現在對於這些旅遊設計 是聽起來又是要 它並不是真正影響特許 它只是一個徵兆而已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沒有一個 法規上面的一個制高點 說你要取得這個證照 就必取之後的資料 都可以交到國家的能力來 我們沒有這個能力嘛 所以這樣聽起來的話 還是就是手上 不管是進行筆記 或者KKD也好 已經有這些資料的感覺上 才比較適合跟日本去對接 我國內有類似進行筆記 這樣的業者 就是那幾家 那他們可能也是剛起步 也辛苦的經營者 在新冠這一波以後 當然 就我當然很期待 就是說 能多幾家比較 或者是說 因為我之前也跟旅行中 他們也派會過 我只能說 可能自己認為自己很厲害 他認為說我這個平台做好了 自然就有人來上傳 POI 就是經驗 他根本不需要 不需要日本的POI 他有這樣的思考 我會怎麼尊重 可是事實上結果 真的如他想 日本公民來台灣都下載 然後來上傳POI 事實上也還好嘛 所以我只是說 有一些平台 他也很想要資源 去對他跟台灣的業者合作 當然 不說一定是官方 只是說民間業者要來 做這個資料鋪的時候 在財力上 我們年輕人當然沒有辦法 有它 有那種 國家這種財力 這個不需要講 我做過很多這種資料鋪都沒有花錢 一毛錢都沒有花 這個換你 我都不懂 我們開放街圖 當然它的底圖是有花錢的 衛星很像有花錢 可是這兩個出現之後 我還沒有聽說開放街圖 有真的花到多少錢 我是說 持續在上面 放POI的 或者是進行編輯的 國家文化記憶庫 當然也有一些基礎的建制 但是在上面做策展 好像也沒有花錢 尤其改革也是一樣的 所以我還不知道 只不要花很多錢 其實方總的意思 應該是說 他想要建制的 叫做類似像羅書寧 或者是 原型這樣的品牌 羅書寧 對 所以 因為現在其實有很多工具 在開放的時候 其實例如說我們寫一些內容 做一些資料 然後去了解 例如說別人在做的一些 比較好玩的 尤其比較高的 然後先用Tesmine 去把這些文章抓出來 然後再去找 就是很適合的路線 然後再把它變成 有編輯的 這種旅行的 那個叫規劃書 類似像這樣子 這個平板建制當然是需要費用 因為你要把東西做出來 不然陸書寧跟釀記怎麼出來 他一定是要工程師去開發的 很多現成的 這個已經是一個 commodity 這是一個已經現成的技術 對 所以我不確定你要額外開發什麼 這個我倒是比較有興趣 因為這算我的 domain 就是如果像我們之前 每一次發生什麼 像什麼城報啊 氣報啊 什麼一些公共什麼救災啊 當然佔領立法院啊等等 那當時有很多做開放截圖啊 做這些的社群 那他們就運用現有的複製資料 告訴大家說 你到那個地方 你要先去哪裡 哪些地方的哪些POI 什麼之類的 那以我的理解 這些都是等於免費的 或者說所謂自由軟體的工具 就可以達到 那現在我聽起來 唯一需要花錢的是 你剛剛講到 就是我要寫一些 額外的資料探勘的這樣子的程式 去找到裡面的一些 等於來的人填一些問卷 也許我就可以快速的 從這次公開的資料裡面 找到他可能感興趣 那個匹配吧 但那個匹配的演算法 也不是什麼 就是有專利的東西 那也是很常見的 所以我不確定這個人 怎麼花錢了 嗯 其實我也可能 對我們來說開發軟體 對 的確可能因為 不同的人手跟技術 可能覺得它並沒有很難 但是對我們來說就是時間 開發的時機是工程師的時間 是 那我們可能去評估說 這工程師大家要多少的 人手 然後多久 那如果我們現在是你不自己開發這個軟體 而用現成的 就是說像剛剛講TripAdvisor 就是最好的例子 也有可能這些 那這樣子會有什麼困難嗎 對你來講 是說它就變成比較沒有準確度 還是比較難以定制 還是怎麼樣 對 其實可是關係要商量 其實剛才以黃總來講是 看監力希望說 這一個平台是自己能掌控的 對 可是自己能掌控 這個又跟 剛剛講到說要跨國 就是大家一起來接駕 像又不太一樣 所以只是說資料大家都是公開分享的 但是在上面提出的這些設計這些建議這些是私有的 是不是這樣分 我剛剛的意思可能就是 我原始的初衷是說 讓這些旅遊設計師們 他們精心設計的行程 能有一個結算的機制平台 對 那當然TripAdvisor有TripAdvisor 對 NB有NB 那 我只能說這個青菜蘿蔔 你要各選各平台 那只是說在這個過程中 因為它沒有台灣的平台 它都是國外的平台 那 這就很像是說 如果能自己的國家有一個這樣的平台 它的財務或稅金都可以留在台灣 但是有一些開放的跟別人對接的 這也可以 Uber也是台灣公司 還是Qtaxi 後來它在台灣 對 所以它稅金也都留在台灣 並沒有什麼差別 對 後來 對 當然後面有一些談判的過程 我們的意思是就是說 就是這分成說它的資料交易金流等等 資訊流留在台灣 像Uber現在真的已經是這樣了 但是 當然不會對外 當然不會說 Uber是一家台灣公司 當然不會 我們它是跨國公司的台灣的一個點 對 那但是 就是我們在政策上 我們前面這個可以去設計 沒有問題 讓它想盡辦法 然後就是資訊流金流什麼都留在台灣 就絕對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本來說 它要跟台灣人自己成立的一家 的同事或一家組織要差別對待 因為從我們的角度來看 Uber一旦設立了Qtaxi 它就是台灣公司 對 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還是沒有完全解決你的問題 因為對於這些國際的平台來講 像我剛剛講到維基板客 其實它也是維基導遊的這個社群 那也是大家定制行程 旅遊攻略分享之類 那如果今天在台灣有一群人說 那我們就把它引進中文化 做一個台灣這邊的網站 那當然也是合法的 我們也很難說只是因為 它用了國際資源 我們就要把它當作國外公司那樣看待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就是我們在政府上面 我們看起來它都還是一家國內的公司 對 主要就是 因為有倡議旅遊設計這樣的演技三體 目前我只看到吹勒拉子的演技 其實是其他的 縱有那支ATG 但是它 沒有什麼 它是潘在那是free的 它就是讓你做來demo 或自己做過自己的自己用 它談不上說 我辛苦設計行程 然後轉換成忙碌的事情 畢竟這也有做啦 但是你說如果有三萬五道能力開 那我想超過三五的沒有多少人 這感覺是真的 對 因為三萬五的很多人來 那不會 對 是啊 但是我聽說這裡面到底是因為說 就是缺少一個旅遊設計師這個branding 讓大家願意付的錢沒有實際上那麼多 還是說 其實不管branding長什麼樣子 這個市場它很難願意付出超過一定程度的錢 這個我覺得要實際做了才知道 對 我在想 美國運通如果要請黑卡部門類似這樣的職位 它應該沒有五六萬以上根本錢不到 我是說類似這樣的 但是它是一個服務多的啊 對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每分鐘喊出325 黑卡部門錢這樣的人 大概去的也不會多厲害 所以他說在亞洲 我們做光亞洲高端旅遊設計 對 全亞洲不會超過一隻手 嗯 這樣子的 嗯 所以呢 你的意思是說你這樣設計出來 也許收入很高 但是其實只有10幾百人 不是 我說這樣的人才沒有人培養 好 OK 這樣的人才沒有人培養 所以其實可能有幾百人進去 對 但是現在只有10 對 我們目前的餐飲科 對 培養出來的端盤子 對 做到的 理解 就這樣 理解 然後出去帶又被他鼻涕 理解 你要反正等下你 才能不能給他 理解 所以變成台灣在輸出低階旅遊人才 所以 可惜 低階旅遊是沒有高手 但是沒有一個機制 不過插一句嘴 有一個機會 可是我們在各國旅遊局接觸的時候 發覺他們的 他們當然是民間 但是 畫的政府的招牌 其實他們都是旅行社 而且大部分是華人 可是他們有一個問題跟我們一樣 就是他們的旅遊 他們國家的旅遊局 在這個冠狀病毒疫情 他們將來要好轉的時候 面對一個就是 他的預算消化不了 他前面是所有的預算都繳回去 用不掉 可是新的預算 他必須要設他的部位才要活的旅遊 在立法院要攻防 可是他這個錢他用不掉 所以他們就想到上次的泡泡旅遊 可是泡泡旅遊他們也覺得這是一個特權 也發覺有問題 然後還是有定性會進來 然後就有一個東西發生 就是他將來有預算他要發出去 那我們就試探地問他說 那我們可不可以教我們有個設計師的訓練 你有興趣的年輕人或參與科的學生 很優秀的 幻影做的 你把他們弄到台灣來 我們來付30個人的班 同樣的你的cost比較低 在你國家裡付 那我們也select30個人 一定是同學 去你那邊 然後完了以後 由你來核發第一級的旅遊設計師的執照 從此他就懂得琉球 懂得夏威夷 我們這邊的話可能就是說 你懂得澎湖 懂得金門 從這個來開始 然後把這個區域限縮一下 因為台灣縮起來蠻大的 每一個地方新的書店 新的餐廳搞清楚 也不太容易 而且冠冬病毒過了以後 大家的餐飲業跟名字 倒的都差不多50% 所以也需要重新換 如果你不換這個Information的話 會變成我們大學上導教授的課 40年以後是那一本 理解你的意思 我講的可能不是很清楚 我們因時事而誘導 是不是可以預先請教 我們來想到這一步 將來對於國家外交 國民外交我們就可以競爭力 如果我們今天不思考 等到大家預算都過了 或是熱頭過了 大家都是政府官僚 那他也就忘了 一直等到下一次的SARS來襲 這個可以臨近國家 或比較接近的國家 它的費用比較降低 你飛到莫斯科跟布拉格 可能就比較貴 那我們是不是臨近國家 也配合我們新南向政策 不但可以服務雙語的僑民 同時或者認識第二代 因為比如說緬甸的第二代 他這邊長大 他可能到了國中 還找不太親目緬甸是什麼 可能媽媽就要帶他回去 假如這筆錢也能夠由我們來賺 由我們的旅遊設計師來設計 我的意思說 將來商機可能會比較多 因為我們政府的政策 現在是多元化 我們不禁止通婚 我們也不禁止旅遊 所以預計這樣的人口 他是會增加 作為基本消費額 然後他也是要本鄉 再加上對方政府如果要消化預算 我們也需要消化預算 大家都要給人民一個交代的話 我們不妨預先設計來利用這筆錢 來訓練我們的人才 同時對方也訓練他的人才 大家互相得利 然後互相真正的有效推展觀光 不然都是嘴巴錯 所以聽起來就是說 交叉成願彼此的旅遊設計師訓練課程 這個是主要的 其他都是現有的 然後繞著這個去加場 是 了解 只是不知道這個東西將來有沒有出路 因為它會比泡泡旅遊要好 OK 我是覺得 因為我們剛剛有點講長差 我最早是在講很高端的 就是描繩大招的 就是像財富外媚的 什麼之類的 這些 但是後來就變成 好像就是國民之間彼此 互相瞭解互信什麼之類 可是我剛剛一想這兩個 好像不可能是同一個客群 就是一個高端的客群 收入都比較好 對 而且他越一直在裝上 比較花時間來省自己的錢 就是花時間來省自己的錢是這邊 花錢來省自己的時間是這邊 所以就是說這個旅遊設計師 好像很難同時賣服 像別人的地球 市場會一直是過濾出來 有人就是服務 就像百貨公司 Sobo都有三億元 Sobo有一瓶金瓶館 他買的都是賣的都是LV 那也有本館好像給他稍微提 其實他的機制就會出來 會有區格化 有人他就賣冰式賣得很好 有人他就賣不動 他就賣不動 所以聽起來就是說 因為我們剛剛一直在講這邊的規模 包含什麼一種旅行車 120萬60萬之類的 但是這邊都是比較不會是您剛剛講的說 我運花很多錢來節省我規劃的時間 並且了解到一些別人可能都沒有去過的地方 對 的這一群人 如果專門服務這一群人 像剛剛講黑卡 那你當然說收入高於三萬五 那是你當然得一定的 那我剛才的講法比較是我一直在想這邊 說你要讓非常多的人有那個量 那這樣才有可能他的收入開始提高 但是這個量一開始 尤其因為肺炎的關係 我不確定這邊怎麼衝起來 在國際的角度上 所以如果能開始兩件事 這樣我比較聽得懂你的意思 是我講 沒有沒有不會 這樣我開始比較緊張 因為很急的時間有些很急的想很多東西跟正沒聊 是是是 因為這個有時候我們在也是經常聊一個下午 隔了好幾都隔一陣子才歸納出來 是是是 觀察出來的重點 好啊 所以我想這樣聽起來就是 我這邊能夠幫忙的其實只有一個 就是說 未來如果有旅遊設計師的這個社群 說他需要哪些基礎資料 那這些基礎資料如果政府有 那政府當然該給 這個都沒有問題 那如果政府沒有 但是業界有 那政府有沒有可能跟業界談出一套 大家一起公布的方法 那好像也只能到這裡 因為他不是特殊 所以我們不能硬要 那大師有聊到一個I的概念 就是說 我們希望國家支持旅遊設計師 這樣一個認證 即可培養高階的旅遊人才 輸出到國外 或者那個交流計畫 這是個種子 它會長大 這比花再多廣告預算 都會來得多一句 那就是國家能支持這個認證的計畫 然後能給予協助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 除非說我們來上課學 就是說各位同學 你都學好了知識了 現在呢 那本輪機又沒有這個 我們今天用車輛的Ryzen 好吧 請各位自己貼寫上課 可惜一點 其實心情上 我會覺得如果台灣也有自己的品牌 但我的意思是說 你是駕在現有的考選部 就有的那個導遊領隊考試上 還是跟他完全不相干的自己 不相干 甚至我覺得 就像日語簡令考這樣 這個只要被編入國考 就有補習班出來 然後就不值錢 你看現在導遊領隊考出來以後 量太大 這個國家我們算過 即使過年農曆年沒有新冠 6000個導遊上陣 農曆年足夠應付 可是我們國家用到3萬人有這個考 那如果你是這樣活狂 那就只有像心理師法那樣子 自己用一個算法 那就是到底考驗嗎 難道我不是考驗嗎 我覺得說他有點像是一個 像微軟他們也有自然工程師 然後又有技術認證 他們那是他們自己發 因為他們是跨國公司 所以他在這邊拿的在 覺得不太可以用 對 如果說我們幾個 台灣開第一槍 日本的支持 其實我已經有案例了 我們國的駕照 在日本政府是雙向成員 所以我們到北海大陸租車開車是可以的 如果駕照我們都可以彼此認證 那為什麼旅遊設計師不能彼此認證 那是因為駕照有個道路交通管理局它條例 可是有個專案法在那邊 所以如果你要彼此認證 還是要有一個依據 這點可能請政委幫我們想一下 因為這個法律政府這一塊 我應該都很可能不想 我會覺得說 如果他變成一個純雲堅人 像你講到微軟他們的工程師的執照 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因為他雖然是他自己集團的 但是在很多其他的工程的政府 他是有一定的工程力 好比像說他可以去避免某些政府法的證照 好比我們在徵某些人才的時候 你有微軟法的證照 那他可以避免某個政府法的證照之類的 這些是可以考慮的沒有問題 但是就是說 第一個我們在國內 那這個到底要比什麼 比導遊 但你當然說是不相干的 那就是 他的總結又比導遊高 對啊 比導遊高 那比導遊高的話 我們這邊要拿什麼去換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就是說 我們這邊不立法都沒有關係 但是就是說 你取得這個證照之後 在我們這裡 他就可以直接算成什麼 這個可能還是要想想 因為如果沒有直接算成什麼 那這就是每一件自發的行為 從政府的角度來看 就是跟任何一個社團是一樣的 或許政委 我們要在內部 我們可能大家可以沉澱一下 他是不是要變成國家考試的一環 這個可以再思考 但是旅遊這種事情 是實戰大於考試 是啊 當然 實力大於考試 很會考 結果阿里山不會跑 沒用啊 我反而你國小畢業 來你帶我這個就是阿里山 我從小在那跑到大 眼睛閉起來都可以 從阿里山爬下來高手 是認證的這一段辛苦 那這一段 大家也需要國家的支持 當然我就變成好伯伯 變成我有好幾個婆婆公公 又要找阿里山 也許又歸林務局 這個又歸光局 這個又歸王蠟部 我就會有好幾個公公婆婆 對啊 因為其實有一個類似的例子 就是教育部體育署 他對爬生山芋向導的資格檢定 那當然裡面也是數朋友很多的 其實不是寫考卷 但是就是說 好那你拿了山芋向導證之後 現在當然那地方政府開始說 那你要組隊啊什麼 一定要聘請一名向導之類 那如果沒有的話 好像可以一次罰一萬兩萬之類 好想到 那米切林是最好的 米切林的認證 好像就不規觀吧 但他公信率又全球信任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是要有一個檢定辦法 那他想必就是一定要走 現有的不管國民體育法之類的 那但是就會出現你講的 這個狀況嘛 就是我們這邊出現的時候 就是會不值錢的 整個狀況就會開始出現 那如果你是說 米其林認證的餐廳廚師什麼的 那當然這個就跟我們這邊的 什麼一點關係沒有 它變成純明顯的 那這樣我們這邊也不太適合 再去幫忙制定一個什麼 米其林考慮好像也不太說 到時剛剛講愛的那個部分 就是說外南旅遊設計師 如果個點註點的服務 這兩大事 對 我差一句討論 跟師父的報告 因為我們上一次觀光景要振興觀光業 所以他就做了一些補助 還有補助導遊領隊的客跟建車的客 今天在這個房間 我們就對於暢手預言 不然的話會對別人 那很多民間的這個協會就跑出來要領這個補助 那就分為建車班跟導遊領隊班 然後就兩個班分開 那時候理事長找我們去上課 我就開玩笑跟他講說沒關係 你看我們上課 我們是導師選過的 然後呢我們的學員都睡覺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如果我講了兩個鐘頭睡覺 我們就去吃一瓶 我們就輸給你 結果呢 隔壁班的這個好幾個班的這個 計程車的班 他們都要睡覺 是 因為他們覺得呢 我睡完就可以領這個錢 當然這個無可厚非啦 因為我們對 可是問題是說 這個就有點像我們旅遊設計 是說先給我們一個出入 不知道這個出入在哪裡 先這個出入的話 大家的做法會不一樣 就是說我們現在試過進圈 而且我也不需要跟這個調空 比如說這兩個班 你不覺得倡議很多嗎 這邊你對導遊都自己認為自己學識淵活 計程車司機是說在那裡 這個殘忍時是馬達一開前進來 理解 這邊全部都在睡覺 這邊所有的私人協會 通通沒有說為什麼我的司機要睡覺 可不可以讓他們不睡覺 至少講點道路安全 汽車保養或怎麼生氣 我是覺得比較務實 我覺得沒有道理 大家都在睡覺 那我們這邊就講一些 跟同學講說你們都很經驗 那我們也不敢來教你 我們只是把我們的經驗 怎麼喝酒 怎麼留 跟你們講不講 還有好的都壞的例子 將來如果你們能夠在休業這段時間 能夠多出點書 多由我們的方向來想 因為你們帶導遊都是來五天十天 我們一住是六年 那由我們這個角度來看 比如說我是住外人員 以我們的角度來看 你可以提升你自己 我也覺得很高興 而且你提升了以後 沒有人像爬山一樣 沒有人可以追過你 並不是你學問不好 而是你可能沒有注意到那些地方 就發覺這些領隊跟導遊都很有興趣 他們不覺得說有人來指教他 他們下課都來問說 老師你下次可以開個葡萄酒一課 那我就跟理事長講 我說我跟葡萄酒 跟一般葡萄酒吃講是不一樣 這個就是實戰經驗 然後打開溫度 酒瓶酒塞 這些東西 然後軟木塞 所以我們就可以發覺說 如果你對著起良心 好好的去教 即使是這樣去混一個觀光局 發的經費的一個班 都可以當中學生睡覺 所以我們當初的學生醫師 我們是想這樣 希望能夠培養一些老外遊學生 或者雙語的人才 就比較熱情 對 在這一方面先走一段 走一段以後 他說另一邊教授 說另一邊講師 甚至是旅行社的老闆 那會不會將來有陽性的循環 就像餐廳老闆 那有好有壞 所以我們就是說 因為找不到哪些著意的方向 所以才請教政委說 把我們不太承擇的意見 先吐出來 而且理事長的意思就是說 當初的概念他也不知道對不對 就是說希望我們設計這個 不要成立旅行車 因為你一成立旅行車 就會站在一邊被人家打 因為你就分了那一杯跟 一個馬槽的石料 你也是一個馬 你建議去吃去喝 別人就會說那你根本就不公正 你自己也搞一個旅行車 算什麼 所以這是我們的請見 當初所以大家在聊天的時候 七嘴八舌 就說好 那我們就不設 可是我們來協助這批人 這批人是一個虛擬的 這批人能夠拿到證照 能夠在台灣立族 能夠在東南亞立族 這個我們的機步 能夠參加各個對方政府設的活動 是不是我們把它推上舞台 以後再看 了解 好 今天我們可能先到這邊 那之後等那個 有個雙語國家政策的形象法人 如果他真的設立了 或許裡面有一些 跟你剛剛講型男相 或者是以雙語設計思考 那邊或許也會有一些觀點 謝謝 謝謝